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童星演员出身的顶级演员 Kim Yu-jong 你可能不知道的23件事 1999年9月22号 Kim Yu-jong出生于什尔 在家中排老三 有一位哥哥和一位姐姐 她从小就开始以童星的身份 踏入了演运圈 所以在出道前 并没有太多值得提及的去世 Kim Yu-jong的母亲在网上发布了 Yu-jong的照片 随后就收到了广告代言的邀请 2003年 年仅4岁的她 就被选为Crown姐姐的饼干广告模特 以演员Kim Yu-jong的女儿身份 在广告中首次亮相 这个15秒的广告 是她成为同性的切记 随后她引人注目的大眼睛 和清晰的五官 以及迷人的笑容 使她成为了一名 受欢迎的儿童广告模特 然后在2004年 她出演了电影DNG 拼幕张机点和NBC电视剧Pin-jong 正式踏入了演艺圈 2005年 在被剧本都可能困难的6岁 Kim Yu-jong在电影Cin-jongan-kun-jahsi中 展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眼泪演技 她饰演被白老师绑架的孩子 以短暂但强烈的演技 深深打动了观众们的血 之后马上以主演出演了电影 此外,他还饰演了电影《角色堂》中的《荣宿者》、《黄金区》中的《宋恶居》 以及电视剧《一纸美》中的《韩若珠》等知名女演员们的童年时期赢得了大众们的认可 其中,他凭借《一纸美》和《巴达美》话问 首次在SBS演技大奖中获得了同性演技奖 2008年,金正出演了电影《出局者》 饰演被连续杀人犯绑架的女主女儿恩吉一角 剧中,他对金正所说的那句 一幕非常出名 当时他的表情、眼神演技以及与金正的末期演出都收到了很高的评价 2009年,金正透过电影《黑文代》成为了千万票房电影的配角 在这部作品中,金正饰演为守护女儿而牺牲生命的恩吉尔瓦的女儿 以感人至深的演技瞬间吸引了观众们的目光 2010年,金正共出演了《童年》、《荣宿者》、《用马里不过》等五部作品 成为当代的大师儿童演员 其中他以同一汉永远的《荣宿者》、《用马里不过》 让他在12月31号KBS演技大奖上获得了青少年演技奖 这也使得金正在KBSNBCSBC演技大奖上都获得了童星演技奖 完成了童星演技奖的三冠王 2012年,金正在Header Pumadar中饰演了Hangai的幼年时期 故仅展现了优雅迷人的魅力,还以观众深受感动的演技获得了广泛的喜爱 特别是在Header Pumadar的成功后,童星们在电视和电影界的地位明显提升 其中,金正以成熟自然的演技脱颖而出,展现出非凡的演艺天赋 引领了童星演员的全盛时代 金正在电视剧中,主要饰演善良的角色 但在2014年上映的电影《乌安可经门》中 他毫不费力地演示了以恶毒和狡猾文明的花烟一角,证明了广泛的演技范围 之后,在电影《童腔性》中,他饰演为了成就妹妹而被派遣到南韩从事杀手工作的秒婚的妹妹 在有网漫改变的电视剧《Yonese Po》中,饰演了主角猫咪Navi 2014年,金正成为了衡量艺人人气的指标 音乐节目《SBS Inkikayo》的主持人 2015年3月,金正在MBC电视剧《Angry Mom》中,饰演了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在剧中,他展现了时尚且聪明的形象 由于当时正值青少年时期 他在演艺生涯中,经常扮演与自己年龄相逢的女学生角色 在同年10月上映的品名中,展现了更加成熟的魅力 2016年下半年,引起话题的KBS电视剧《Kurumi Kulintalp》 以高达23.3%的最高收视率,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爱 金正在剧中饰演男扮女装的太监洪南恩,展现了中心魅力 与男主帕波公的完美化学反应,带动了整部作品的成功 通过这部作品,金正证明了自己作为成年演员的潜力 在童年年末举办的KBS演技大赏中,他获得了女子优秀奖和最佳情侣奖 为整年画上了美好的句点 金正曾两次受邀棒球队的邀请 在2012年4月8号和2015年5月27号,参与了开球活动 在这两次的开球,粉丝们看到了金正语这4年来的成长 让粉丝们感到非常欣慰 2018年2月,金正语高中毕业后,决定集中于演艺活动 选择不上大学,而金正语成年后的首部作品 是其TBC电视剧《Erdan Degop》给冲锁的 然而,在进行剧本阅读和拍摄期间 突然被诊断出假装性能功能减退症 因此决定暂时专注于休息和康复了一段时间 几个月后,逐渐恢复健康的金正语 以更加健康的状态回归现场拍摄 安抚了担心的粉丝们 2020年,金正语在SBS电视剧《Pionny John Seppier》中 饰演了主角程赛比尔 程赛比尔是一个既青春又性感性格活泼爽冷的角色 当时观众们的普遍反应是 如果不是金正语,谁也无法胜任这个角色 他完美地完成了首次诚实的动作戏 并获得了不可替代的演员称号 在当年12月31号的SBS演技大奖上 金正语拿下了迷你系列《爱情奇幻部门》的女优秀演技奖 2020年9月23号 金正语离开从同兴时期就开始合作了10年的IHQ 转透了《Semi-Enter》 2021年,在新公司的首部作品是 SBS电视剧《红尘体》中的女主 透过此剧,在当年的SBS演技大奖中 获得了迷你系列剧《奇幻部门》的最佳女演技奖 2022年,金正语在Netflix原创电视《20世纪》中 饰演了主角《Nabura》 这部戏的导演表示 该剧是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创作的爱情故事 而在写剧本时,就收到了金正语的启发 该电影在上映仅三天后 就登上了Netflix全球非英女电影排行榜的第二名 在韩国以及包括日本、台湾、巴西、墨西哥等 33个国家的排行榜上 都收到了良好的回响 金正语被认为是同情们的偶像 他在小时候因其无与伦比的美貌 而获得了极高的人气 在成年后 他因其成熟的外表和山材 还收到了更高的关注 2023年 金正语从刚出演了SBS电视剧《My Demon》 这是他时隔约两年后再次回归电视剧 在剧中 他饰演傲娇的精英女性Tuduhi 该剧于2023年11月底在Netflix上同步播放 从开播出去 就登上了全球非英女电视剧排行榜的第二名 在国内外都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 金正语借这部作品 在SBS演技大奖上获得了浪漫喜剧部门的最佳女演技奖 在一次活动中 金正语自出道后首次尝试了短法造型 许多人对他尝试的高层次短法 感受到了从未见过的帅气少年魅力 但最近他执意要留长发 2020年金正语加入了筹集超过一亿韩元的基金会 成为第229位也是最年轻的赞助人 2022年在金正语收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送来的生日鲜花后 才被媒体公开了 他是UNICEF的高额赞助者会员 2024年2月15号 他向韩国儿童癌症基金会表达了祝愿 希望孩子们在新的一年里能保持梦想 生活得更健康 并捐赠了一亿韩元 用于帮助白血病患儿 金正语在2024年的首部作品是 Netflix的原唱剧集他在剧中以他刚刚特别出演了 没错 真的是他刚刚 在该剧的制作发表会上 导演解释了为什么要选择金正语出演他刚刚 我为什么能想到要把金正语变成炸鸡块呢 我和金正语公司的部门总监一起吃饭时 他自豪地说我们公司有金正语 我就开玩笑地说能特别出演吗 然后就给了他剧本 就这样金正语成为了他刚刚 我回走了 在那里下次见 зай渡 可以 好 lide 读